从警备车上走下来 异想工业社负责人李逸祥 神情有点疲惫 面对记者提问 只转头看了镜头一眼 没有发表回应 原本50万元交保的他 经检方看高后 高等法院4号上午 撤销员裁定 跨连地院重开积压亭 晚间裁定积压境界 在省拙 李逸祥先生有 之前有曾经指示员工绘图 而有行使业务上登彩不实文书的情势 所以认为有事实主任 李逸祥先生有 淹灭伪造变造证据 或公串共犯或证人的高度风险 花联地院指出 检方提出各项证据 认为李逸祥犯罪嫌疑重大 因此裁定积压 并禁止接见通信搜索物件 在召开积压亭之前 李逸祥曾哽咽的对大众道歉 全程都照稿念 深深一举功后 李逸祥就被警方带走 他的公司遭到揭露 过去违规记录不断 更曾经被列为政府采购公报黑名单 列拒绝往来厂商一年 外界质疑为何还可以承包工程 台铁说一想工业社是在98年到99年 被列为拒绝往来厂商 这次工程则为108年开工 已过了黑名单时间 因此才能承包该工程 也没有不会理动 也不会划包的单位 你不是说把工程划包出去就算了 你也是要去监督啊 而且4号有网友贴出 乘客在事发现场拍到 李逸祥出现在边坡上的照片 记者当天到达现场访问车上乘客时 也疑似有拍到李逸祥 画面中左侧 身穿蓝色灰裤的男子 穿着与身形都与李逸祥相似 引发质疑他为何向检方表示 释放当下人不在现场 此外 这起事故也让外界检视 现行的安全管理系统和体制是否失效 有学者表示台湾以向不注重安全 没有当成基本观念来要求 不论是台铁或建造单位 施工厂商 各有分级品管及安全责任 要像金字塔一样 一层一层有各自应该做的工作 台铁也不是一点责任都没有 运安会也在上号巡获 台铁隔号行车记录器 画面已经下载完成 主委杨洪志说 当时列车通过前 工程车已经6亿滑落横躺在轨道 台铁隔号看到后已经来不及刹车 工程车有没有拉手刹车 目前无法从工程车行车记录器上找答案 将从旁边佐证寻找 原始新闻综合报道